现在我们看最大值和最小值的问题 叫做Absolute Maximum或者是Minimum 有时候我们也叫Global的Maximum和Minimum 在整个区间上的一个最大最小值 我们知道这个连续函数 它一定是在一个B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一定是在这个区间上 我们能够达到它的最大和最小值 或者说它的结论是这样子 Continue 在一个B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它一定能够达到它的最大值和最大小值 最小值 所以对连续函数来讲 它一个B区间上的连续函数来讲 我们总是可以取到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在这个区间上 我们可以找到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那么最大值和最小值 很显然只可能出现在两处地方 哪两处地方呢 它一定是 它一定是 一定是 一定是 这个 在 极小值 局部极值里面 就是极值里面 第二个 第二个是 端点处 那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你 如果是在区间内部 它一定是极大值极小值 这个有 这个是 非马引力 我们 非马引力 我们知道的是 就是 如果它是在 区间的内部 它一定是local的 在区间的内部 它一定是在 它一定是局部的极大值极小值 所以我们要找 要找最大最小值 那么我们只在 这两处地方找 那我们只需要先找出 它的 local的maximum和minimum 然后再跟端点处的值 做 比较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 比较容易的 如果在区间内部 只有一个 机制 这个比较 比较容易理解 如果它是 在区间内部 它只有一个机制 那它左边 例如说是 它是在区间内部的 唯一的一个机制 就是 极大值和极小值 全部加起来只有一个 你不能说 如果是这 如果是这种情况 它就不一定了 它有个极大值 有唯一的一个极大值 有一个唯一的极小值 但是这种 它就不是了 唯一的极值就是 极大值和极小值 加起来只有一个 那么 它一定是 整个区间上的最大值 或者是最小值 这个从它的这个 增件区间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如果说 只有一个local的extreme 的话 那我们可以直接判断 它是最大值 还是最小值 当然 如果它是最大值 那么最小值 我们就要在端点处去找 如果是最小值 那么最大值 就要在端点处来找 那这里就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就是我们先要找出 local的extreme 然后再去算函数值 把端点处的函数值算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两个立体 第一个 那fx等于2x的地方 减上3x平方 减12x加1 在这个区间 负2到3这个区间上来 找最大值 最小值 那我们求解 那我们就只需 只需要把 把local的 先找出来 这local的话 那我们先求它的 一节导数 一节导数 等于0的点 这是等于 6x的平方 减6x 减12 可以把6提出来 这是x平方 减x 再减2 等于6倍的x-2和x加1 那么fx导数等于0的话 我们得到x就等于-1和2 找到两个critical points 那它这是多向式 那么它肯定是连续的 所以一节导数也是多向式 也是连续的 所以没有 一节导数没有不存在的点 那我们找出两个点以后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判断 它是这两个点是极大值还是极小值 一种是看这两个critical points 它两边的导数的符号 二一个是用二节导数来算 那这个我们用二节导数来算 可能比较更可能更加容易一些 因为它是连续可导的 所以二节导数我们算一下 这个是2x-U 所以是等于6倍的x-2 那我们看二节导数 在这两个点处的值 二节导数在-1处的值是6-1-2 是等于-18 所以是小于0 小于0 二节导数小于0 我们就知道这个函数本身是最大值 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 F-1 是-2-3 加上12 再加上1 13-5 10等于8 它是一个local的maximum 那么二阶导数在二处的值 好在二处的值 我们看一下这是 这二阶导数 嗯 嗯 哦 这写错了 这是2x-2 2x-2 6倍的2x-2 所以这写错了 那么-1就是-2-2 这是-24 在二处的这个值 那么就是6倍的4-2 是等于12 这个是大于 呃 二阶导数大于0 它就是几小值 所以F-2 这是等于 2乘上8 再减去3乘上4 再减去12乘上2 加上1 16 16-4 16-4 就等于4 -20 -19 好 那我们就算得出啊 两个Critical Point 它们的值 两个临界点 它们的值 一个是8 一个是-19 那我们还要看一下 呃 两个端间处的值 F-2 F-2 就是2乘上-8 再减去3乘上 呃 3乘上x平方 所以3乘上4 再减去12乘上-2 再加上1 2乘上-8 呃 -16 -28 再加24 -4 所以这是等于-3 而F-3呢 F-3是等于2乘上27 再减去3乘上9 再减去12乘上3 再加上1 呃 54 啊 这是-27 27 27-36 嗯 -9 -9 那么这是等于-8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呃 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值是F 呃 是F-1 F-1 A 等于-8 和最小值 是F-2 和最小值 等于-19 那么两个端间的出的值 既不是最大 也不是最小 啊 这是我们求最大最小值的方法 我们先求出局部的最大最小值 然后 再 求这个 嗯 呃 求出端间处的值 那比较一下 谁最大谁最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立体 次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函数 fx等于3x加上cosx 在0到3分之π之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那么对最大最小值 那我们是同样的方法 先找出局部的最大最小值 那先算一阶导数 一阶导数等于cosx减去3x 那么另一阶导数等于0 我们知道是变成什么 cosx减3x等于0 也就是说cosx等于3x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在0到3分之π之前 那么只有在x等于4分之π的时候 它才是 或者说是tan的x等于1 那么x等于4分之π 它是极大值还是极小值 但是我们这看到它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凌界点 但是它是不是极致点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直接可以算它的二阶导数 二阶导数等于负的3x再减cosx 所以它的二阶导数 在4分之π这 它二阶导数肯定是小于0的 是等于负的三一四分之π 所以是负的二分之根号2 cosx也是二分之根号2 所以是等于负的根号2 这小于0 所以F4分之π 它二阶导数小于0 是极大值 所以是等于三一四分之π 加上cosx4分之π 是根号2 它是local的maximum 那么我们也知道 因为它只有一个 它只有一个 extreme 它是唯一的一个extreme 所以它是global 所以它是最大值 它在整个区间上也是最大的 那我们再去要找最小值 那我们就要把两个端点处的值带进去 F0是等于cos0加上三一 三一零加cos0 这是等于一 而F3分之π等于3分之π加上cos3分之π 那我们等于等于多少了 3分之π三一六十度 所以是二分之根号3 cos3分之π是二分之一 所以是等于二分之一加上根号3 所以我们说 它的最小值 它的absolute的最小值 所以global或者是global的 是F0.1 因为根号3大于1 所以二分之一加根号3是大于1的 好 那这是我们求最大值最小值的方法 没有特别多的理论 只需要把局部的最大最小值找出来 然后跟端点处的值比较就行了